扶元爱日前在微博更新了几张照片 穿着水蓝色的上衣和长裙 一张露齿微笑 另一张稍微歪头 同时展现俏皮和温柔的气质 大陆网友都心疼她好像瘦了一圈 只是今天她微博又有新动态 发出一张声明稿 是关于横冰男的前妻对扶元爱的提告 已经在去年11月撤销 只是中文版的声明稿中 和何姐说的内容有些差异 尤其中文版的声明稿是有提到 原告没有完全了解事实 不存在破坏原告婚姻等等的陈述 和何姐书上的内容是有差异的 因此对原告造成困扰 特辞道歉 并且附上日文声明稿的正确翻译 但这张声明稿上传没多久后就删除了 究竟是想表达什么 网友都议论纷纷 回顾扶元爱被控告的官司 去年横冰男的前妻因为不满扶元爱 不顾男方已婚身份 截如感情 还想再结婚 因此让横冰男的前妻 承受精神上的打击 向扶元爱提告 并且求偿1100万日币 折合台币240多万 不过去年11月的时候 扶元爱已经澄清 诉讼是撤销了 强调日本媒体爆料的都不是事实 但事隔三个月 发文向横冰男前妻道歉 却又删除文章 这动作实在是让人看得物理看花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开启小铃铛